大家好,歡迎收看生活調查團,我是彩恩 為了感謝大家對於生活調查團一直以來的支持和口愛 我們決定和大家免費送好禮 只要大家在星期一到晚上的8時半 鎖定廣東公共頻道生活調查團 就有好禮送給大家了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廣東公共頻道 支持生活調查團 好了,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進入今天的節目內容 在炎熱的夏天,食水果不僅可以補充身體流失的水分 還可以補充人體所需的維生素和其他營養素 為了方便,很多人都會選擇去到超市 買過一些已經去皮,切了快的水果 但這種水果有沒有看上去這麼乾淨的營養呢 我們立刻來調查一下 夏天是水果繁多的季節 再加上最近天氣炎熱,很多人都喜歡買水果吃的 我平時都很喜歡吃水果 但我為人就比較懶 很少說他自己動手去切水果和去皮 所以我就很喜歡去超市買那些已經是切好片去皮的水果來吃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習慣呢 你平時會買那種超市的去皮切塊水果來吃嗎 會啊 會啊 有了解過,沒買 經常 好像從來沒買過 有時候會買 會啊,就是比較方便,快捷 照這樣看來很多人都跟我一樣 很喜歡去超市買這些去皮切片的水果來吃 一來吃起來就方便 而且還可以一次過吃很多不同品種的水果 又不需要擔心水果吃不完會爛了 而且聽說還可以省錢 照這樣看來這些切片的水果真是好處多多 但究竟它是不是真的這麼省錢呢 有街坊跟我們說 其實它覺得這些去皮切片的水果買回來 比說你一個完整的水果 好啊,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我們去看看 為了調查清楚去皮切片的水果 是否比完整水果更貴 調查人蔡恩在一家超市買來了 一盒13.8的切片木瓜 同款18.5的一個完整木瓜 同12.8一盒的切片黑麥瓜 以及同款16.2的一個完整的黑麥瓜 然後去到另外一家超市買來了 10元一盒的切片木瓜 以及同款13.3一個完整的木瓜 和10元一盒的切片火龍果 以及7元一個的完整火龍果 通過計算對比 它們的實際單監就可以得出結論了 現在在我面前擺著的就是各式各樣的水果 看到都十分之有人了 我們的右邊這裡擺著的是從超市一買回來的 完整的木瓜 完整的蝦蜜瓜 以及分別是它們已經是切片包裝好的這個水果 而在我左手邊的就是我們從超市二買回來的 同樣是完整的木瓜 完整的火龍果 以及它們分別對應的已經切片好包裝好的這個水果 還有刀和刀的這些工具 可能大家都很好奇我究竟要做些什麼 看上去你就知道了 我們現在首先來看看我們這個 是切片包裝好的這個蝦蜜瓜 它的單價是12.8元 我們再來刀一下它裡面的這個果肉的重量 來計算一下它每千克究竟是賣多少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已經是切片包裝好的蝦蜜瓜 它的瓜肉一共是重0.315千克 那我們用它的總價12.8元 去除以它的重量0.315 哇 可以得出它每千克的這個價錢 是賣到40元6毫子那麼多的 那我們先記錄一下 接下來我們就要看看這個 在同一個超市買回來的完整的蝦蜜瓜 它的果肉是賣到多少錢每千克的呢 那我們要先切開它 我們這個完整的蝦蜜瓜是已經成功去皮去核切片成功的了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蝦蜜瓜它的重量是多少 這個蝦蜜瓜它的重量是0.715千克的 其實這個完整的蝦蜜瓜 其實這個完整的蝦蜜瓜當時我們從超市買回來的價錢是16.2元 我們拿這個價錢去除以它的重量 是等於22元6毫半的 那我們現在就來對比一下這兩個蝦蜜瓜它每千克的果肉的價錢 我們可以看到在超市買回來的一個完整的蝦蜜瓜 它的純果肉的價錢是賣到22元6毫子每千克的 而當超市幫我們切片包裝好之後的這個切塊水果的價錢是去到40.6元的 那看來這個差價是差了差不多有兩倍那麼多的 楚恩用同樣的方法計算了剩下三種水果的單隔 結果發現超市一的切塊木瓜 比完整的木瓜每千克要貴18個月 超市二的切塊木瓜比完整的木瓜每千克貴14個月 切塊火龍果比完整的火龍果每千克貴4個月 它水果去皮的話它去掉了一部分的重量 比如說我們的榴槤對不對 那它的那個皮跟它的果肉各在一半 那它去掉皮肯定會貴這是一個 還有一個我覺得超市裡面更多的一個因素就是人工的費用 那它去皮要包裝它是需要人工的 其實這也算它的成本 所以一般來講去皮的水果比我們帶皮賣相對來說會貴一些 那照這樣看來超市買的這些已經是去皮切片的水果 真是貴過你整個完整的水果買回去的 看來買這些水果就真的不是很划算了 但是如果大家平時怕麻煩想看方便的話 就可以買這些貴一些去皮切片的水果 如果是大家想省開些開支的話 就可以買一個完整的水果回去自己加工 但是除了這些東西之外 我還聽有些街坊跟我說 它覺得這些已經是去皮切片的水果 放了這麼久了 不單止水分會流失 連這個維生素C都會流失 究竟是不是這樣的 應該不會吧 消毒的水分會出去了 肯定會有的 不會 應該好好 不會啊 因為它可能全部都在皮上 維生素C不單有預防疾病 還可以美白養眼 是我們人體所需的營養素 而水果含有豐富的維生素C 是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攝取的維生素C的主要來源之因 到底這些去皮切片的水果的維生素C 會不會流失呢 我們的調查員打算先來做一個實驗 在我們以往節目當中 已經做過維生素C 和高盲酸甲會發生氧化還原反應 令到高盲酸甲退色的實驗 接著來 我們還是用高盲酸甲來做驗證實驗 因為我們的維生素C都知道它是 我們知道它有抗氧化的作用 它為什麼抗氧化呢 是因為它是一個還原劑 很容易被氧化 那我們的高盲酸甲 它正好又是一個氧化劑 所以它可以被維生素C還原 其實高盲酸甲的顏色 是它裡面的高盲酸根呈現的 一般情況下它的水溶液是呈紫紅色 它那個高盲酸根其實 它是被環溶成藍蒙離子 那高盲酸根不存在了 那那個高盲酸根的顏色就不存在了 所以它那個紫紅色也就沒有了 水溶液是可以是 高盲酸甲褪色的 大家都知道在眾多的水果當中 橙和奇異果的維生素C的含量是最高的 所以用來做實驗的話 效果是最明顯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現在我們的實驗工具 有三個橙有奇異果 還有有四杯是等量的清水 以下還有刀和刀 接下來我們就一起把橙去皮切片 看到錯印這個切水果的姿勢 也像模像樣 看來平時也有做家務 喂…錯印剛才切摘完你 你就在偷繩 怎麼可以這樣 這些水果是用來做實驗的 現在兩種水果都已經切完了 嘩 見到那些水果的色澤很漂亮 明明想吃 不過做實驗比較重要 我們這一次的實驗就是為了證實 給大家知道這個切片剝皮的水果 放久了之後它的維生素會不會流失呢 我們現在就來模擬這些水果 是超市已經切好包裝好的切片水果 所以我們要先把這些水果放置20分鐘 之後我們再觀察它 為了保證實驗的準確性 20分鐘之後 坐印用電子清分別清取50克 去皮切塊的奇異果和橙 放入1號和2號杯裡面 然後再清取50克完整的奇異果和橙的果肉 放在3號和4號杯 浸10分鐘 等水果裡面的維生素絲融在水裡面 10分鐘之後 再將4個杯裡面的水果撈出來 分別加入等量的高猛酸甲 用玻璃棒攪拌 好的 剛才我已經把等量的4份高猛酸甲 倒入4個燒酵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它們的顏色 都是同樣呈現這個 有些偏黑的紫紅色 我們現在將它們靜置10分鐘 看看10分鐘之後 它們的顏色有沒有不同 經過10分鐘的靜置之後 我們再來觀察一下 這4杯水的顏色變化 可以看到左邊這2杯水的顏色 變化是不大的 依然是很深 而右邊這2杯水 相對來說 就淺色了少少 其實左邊 就是剛才我們淨置過的水果 浸過的 我們現在把它們放在一起 我們可以看到 放置20分鐘之後的果肉 浸泡之後的水 它的顏色會更深一點 我們再來看看 我們2號水果的樣品 同樣的是這個新鮮水果的 這個樣本的顏色 是要淺色的 衛生素C具有強還原性 會跟高猛酸甲發生氧化還原反應 令到高猛酸甲退升 如果高猛酸甲顏色越深 就可以說明 衛生素C含量越少 從對性的實驗結果來看 1號顏色比3號深 2號比4號顏色深 也就是1號和2號水果的衛生素C含量 比3號和4號水果的衛生素C含量要少 去皮切塊的水果的衛生素C 真的流失了 因為我們衛生素C 它是特別容易被氧化的 那我們水果中間 其實一般的水果 都含有豐富的衛生素C 那如果一切開了之後 它失去了那個果皮的保護 那我們水果裡面的衛生素C 就包入在空氣中間 那空氣中間是有氧 氧氣是有氧化能力的 那就把五色素C氧化了 原來切開了水果的衛生素C 含量是會降低的 是因為衛生素C 在空氣當中被氧化 不過我們在超市所見到的 那些去皮切塊的水果 都是用包裝盒 或者是保鮮膜包裝夾 並沒有接觸空氣 而這些去皮切塊的水果的衛生素C 還會不會流失呢 就是即使你用保鮮膜保護起來 那它也會有一部分的流失 為什麼呢 畢竟因為我們的水果 如果在果皮的保護下 那它是完全是不跟空氣接觸的 那它肯定是不會流失的 那如果一切開 它其實還是會跟空氣接觸 並且我們的保鮮膜 它不是完全真空絕染的 那中間還會有一些氧氣 它部分還是會被氧化掉 照這樣看來 就算是用包裝盒 又或者是保鮮膜 去裝這些已經是去皮切塊的水果 它一樣是會發生氧化還原反應的 那照這樣看來 超市這些已經是去皮切塊的水果 它的衛生素C會流失的這個傳言 是真的 那其實很多人 平時買水果吃 無非都是覺得水果入面的這個 衛生素C的含量很高 對身體是有好處的 那但是如果這些水果當中的 衛生含量是已經流失了的話 那你們吃水果的這個初中的意義 就不是很大了 那但是照這樣看回 超市那些已經是去皮切塊的水果 它的衛生素C 相對於完整的水果來講 究竟是流失了多少呢 我們一起去看看 為了對比清楚超市去皮切塊的水果 的衛生素C流失了多少 坐在超市那裡買了一盒木瓜 和一盒蝦蜜瓜 這兩種常見的去皮切塊水果 以及同款的完整的木瓜和蝦蜜瓜 一起送去檢測機構 檢測它們各自的衛生素C含量 劉老師你好 你好 今天我們帶了四個樣品過來 它分別是 這個超市買的已經切成片去皮的木瓜 以及相對應的一個完整的木瓜 以及同樣超市買的已經去皮切成塊的蝦蜜瓜 然後是完整的蝦蜜瓜 我們是想你和我們做一個測試 看看這些經過超市的去皮切塊加工過的水果 以及它原先的完整的水果 相比它的衛生素C含量是流失了多少 聽完我們的來意之後 老師就開始幫我們做檢測測驗 首先先將這四份水果樣本攪水 然後放入百分之一的草酸 經過離心過濾之後提取代測液 最後用點量化檢測就可以檢測出 這四樣水果的衛生素C含量 經過一系列的檢測之後 結果是已經出來了 其實我也很想快點知道 這個超市買回來的切片水果 它的營養和衛生素C究竟是流失了多少 我想觀眾朋友都已經是認真好奇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去看看 超市去皮切塊水果的衛生素C含量 和完整水果的衛生素C含量相比 降低了多少呢? 除了衛生素C流失之外 這些去皮切塊水果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是的,我們還可不可以放心食用呢? 在上次節目當中 我們通過實驗得知 去皮切塊水果的衛生素C 確實是流失了 而為了查清楚那些超市去皮切塊水果的衛生素C 究竟流失了多少? 我們的調查員買來了四種水果樣品 送去檢測機構進行檢測 現在檢測結果出來了 我們一起過來看看 檢測結果顯示 完整的木瓜 衛生素C含量為每千克 57.8毫坑 去皮切塊的木瓜 衛生素C含量為每千克 47.06毫坑 衛生素C含量每千克 降低了10.74毫坑 完整的哈密瓜 衛生素C含量為每千克 24.99毫坑 去皮切塊的哈密瓜 衛生素C含量為每千克 17.01毫坑 衛生素C含量每千克 降低了7.98毫坑 看到這裡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超市裡面 那些去皮切塊的水果 放了那麼久 它的衛生素C 是真的會流失的 所以說 大家如果吃水果 是為了補充衛生素C的話 建議都是買些 完整的水果回去吃 但是有些人就說 哎呀那我就是懶 懶得切懶得洗 那這些衛生素C 又不是流失很多 那我吃多些水果 補充素就是了 這種說法 看起來就好像沒錯 但是我還聽人說 這些去皮切片的水果 不單止是流失了衛生素C 那麼簡單 而且還會有些安全問題 帶給我們 影響我們健康 究竟是什麼問題 我們去看看 從上面的制片當中 我們可以證實了 去皮切塊水果的衛生素C 真的會流失的 而這個時候 我們又發現了一個新的問題 那個就是那些去皮切塊的水果 可能含有大量細菌 又是真的不是 接下來接下來 我們繼續展開調查 應該沒有 那方太久應該就沒有吧 是啊 可能多少會有一點吧 應該不會吧 只要你清潔好就好 超市裏面這些去皮切塊的水果 不單止維生素C流失 還有細菌 但是其實我一直都吃了這麼多 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而且街坊都表示說 好像沒有留意相關有這樣的問題 那究竟呢 其實超市裏面這些去皮切塊的水果 是否真的有細菌 我們去看看 為了調查清楚 那些去皮切塊的水果 是否含有大量細菌 調查員依然買了木瓜和哈密瓜 這兩種常見的超市去皮切塊水果 送去檢測機構進行細菌檢測 而在經過一系列的檢測之後 結果顯示 每克切塊木瓜含有2900個細菌菌浪 每克切塊哈密瓜含有6200個細菌菌浪 哇 原來真的有這麼多細菌的 反正我就真的不敢再吃了 我呈現就自己麻煩點 買些水果回去自己切自己洗 怎麼都好過吃這些細菌水果 但是又說回頭了 好地地的水果 為什麼會有細菌的呢 第一個 我們水果的糖分含量比較高 第二個我們水果的水分比較高 那特別是在夏天這種高溫高濕的環境下 其實細菌它的繁殖能力是特別快的 那看來這些超市的去皮切塊水果 真的不要多吃了 不單是維生素絲流失 而且還含有細菌 雖然平時吃一兩次覺得沒問題 但是吃多了對人的身體健康 還是會有影響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有些水果 例如蘋果 你刺了一段時間就會變黃 那又是什麼原因呢 就是我們植物裡邊都含有一種分類的物質 其實這種分類的物質 一般的情況下是沒有顏色的 那它是容易被氧化 因為它有一個腔筋 那如果我們的水果切開放在空氣中間 它就以空氣中間的氧接出來 那在分煤的作用下 就是在一個煤的作用下 那以氧氣發生反應 就變成了一種骨 它一般成為黃色 那隨著我們放的時間越來越多 我們的反應越來越厲害 如果水果切開了之後 不單止衛生措施會流失 而且還會變質變味成為 這個細菌之長的溫床 所以說大家平時不單止是 不要去買超市那些 已經是切片的這些水果 而且平時在家裡的話 切開了的水果 一定要盡快吃完 記住沒有 調查到這裡 對於那些超市去皮切片水果 我們都了解了不少 最後我們就對這一次的調查結果 做個總結 第一 超市去皮切片水果的單價 可能比完整水果要貴 第二 超市去皮切片水果 維生素絲會流生 從補充維生素絲的角度來講 最好買新鮮原整的水果 第三 超市去皮切片水果又細滾 吃多了可能會引起嘔吐 輻射最好小吃或者不吃 第四 切開了的水果 最好在半個小時內吃軟 吃不完都盡快回入冰箱 盡量不要超過兩天吃軟 本期節目當中關於超市入面的 這些去皮切片水果的調查 就暫告一段落了 接下來又到了我們禮包送大家的環節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去怎樣領取我們的禮包呢 蔡欣在這裡就靜悄悄提示一下大家 只要我們的調查員去到你家的時候 你剛好在這裡收看我們的節目的話 就可以獲得我們的大禮包了 事不宜遲我們一起去看看今天的行運家庭 是誰 這是我們送你的大禮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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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已經來到了居民的樓下 那我們現在馬上就開始去送禮吧 走 嗨 阿姨你好 你好 嗨 我們是那個公共頻道社會大廠談的節目中 今天呢就有好禮送到你的家門上了 那換個歡迎我們的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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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進來 我看到阿姨正在看我們的這個公共頻道的生活調查團 正在看 對阿 阿姨怎麼稱呼呢 我姓黃 黃姨 黃姨 對 我看到黃姨正在看我們這個生活調查團 那我們今天呢是有好禮送到您的家門了 時間是晚上8點30分 晚上8點30分 看來很熟啊 黃姨很熟 那這樣的 那您回答對了我們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首次是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8點30分 您回答正確了 我們就有一桶油送給您 來 這個 哇 謝謝 謝謝師傅 來 有了這桶油沒有關係 我們還有另外的一份精彩的大禮也要送給您 但是有一個額外條件就是要回答對再對一道問題 行 有沒有信心 有 有 有 那我們今天呢晚上在播的這個生活調查團 您知道我們這期節目播出的這個主題是什麼 主題呢主要是說主那個四季都為什麼要出水 但是您回答對了正確了 那我們同樣的也有一份這個我們的生活的清潔劑送給您 去冰房 插著冰房 嗯 謝謝謝謝 哎 對啊你們就是在看我們這個生活調查團 來 小朋友我們問一下我們這個生活調查團的節目的首播時間是什麼 你知道嗎 8點多 8點多8點半 是的 嗯 恭喜你回答正確來 我們把這個桶油送給您了好不好 來 開不開心 非常開心 好了那我們剛剛又送出了一份大禮呢 來到我們這個小朋友的家中 也把我們的油呢已經送出去了 如果電視機前的朋友呢也想獲得我們的精美禮品呢 您一定要持續的關注我們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8點半的公共頻道的生活調查團 說不定下一個幸運家庭就是你啦